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门是内外空间分割的标志 那我们每天都必须穿过那通道的门 那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思考的是第三个宣称 我们开始这一个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七个我是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是生命的梁 第二是上罗拜 普通牧师和我们分享 我是世界的光 今天要和大家所分享的是 我是羊的梁 我们所采用的今天呢 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一到第十 我们分两段的来读 我就要请啊 很久前面帮忙我 把这两段心情出来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一到五节 我随随随随随地告诉你们 人就人先不从门进去 到从头去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木人 三人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里出来 遇上去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僧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来 要遇上这句句 耶稣将这主意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时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梁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谁 去强盗 然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能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轻入得草丝 到时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必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生肯 阿们 一眼前 就叫羊 君主的话语 来祝福我们 在这段经节 耶稣在唐道 寻找真正满足和充实的生命 我们 大家都会把心中有数 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存活一切 对吗 你在哪里可以找到 生活中真正的满足感 当然不是来自物质的东西 或者是财富 我们都知道 有些人拥有财富 物质的 丰盛 但是仍然 他们所过得的 是悲惨的生活 那 这 充实 丰盛的生命 在哪里找到呢 今天我们 通过这段经节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 伟达出一个答案 首先我们要来看 耶稣他引用了羊圈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翻到第一个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第一章 看那个羊圈的 可以翻到第一个 你看 从这个羊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构造 就是用石头 砖 围绕着一个地址墙 那么 有些时候是牧者 牧人 他们走的这个门 有些 他们是聘请 有看复的人 那么羊呢 就是在这个 圈里面 这个是给我们的印象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到呢 引用了这个羊圈的这个意志 那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就是 耶稣说 我是不是在在地 告诉你们 人进了羊圈 不从门进去的 早从别处爬进去的 那人这是谁 这是前道 你看 当耶稣开始 一须面的教导的时候呢 他常常的强调说 我事事上带的告诉你 耶稣经常用这句话 来提醒 听众 他要说的话 是重要性的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说 耶稣说的话 是很重要的 所以 请主帮助我们 不要打客气 那么什么是羊圈 羊圈的结构是非常的简单 目的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要保证呢 羊在一夜间呢 得到安全 那刚才我们都看到 羊圈是没有屋顶的 只有四堵墙和一道门 你可以用各种材料建造这个墙壁 石头啦 砖啦 泥和木头 石壁可能是以色列最常见的 牧人经常会原作墙井呢 上方做青植 或者是 治理 以足指的小偷 或者野生动物呢 自图的进去 万句话说呢 青处 羊圈呢 只有一条路 大家说一条路 对了 这是为了 为什么呢 为了防止呢 羊在夜间逃跑 并控制呢 随进随处 现在显然的 从大门进入羊圈呢 要比翻墙的 容易的多 任何有权进入的人 都会使用的 对吗 那如果有人 试图通过其他的方法 爬进去呢 那就明确地表明呢 他们不应该在那里 如果有人试图 应该不要爬去 就是说 他不使用大门 这就是暴露的他 不来的好意思吗 那 相反的 我们看到第二节 从门进去的 还是羊的牧人 牧人呢 不会爬墙 进入自己的羊圈 他自然的 会使用那一扇门 第三节看 告诉我们 看门呢 就给他开门 刚才我有提到的 有一些羊圈 是由牧者来看守 有一些呢 他们 大家集合在一起呢 他们就聘请了 看守的人 那看守的人 这就是他的实责 而牧羊人 就是看着羊圈 看守的人 你一定要看守门口 确保没有羊圈 只有牧羊圈 能够能够 牧羊人晚上 也要睡觉 通常呢 几个牧人 会将羊圈呢 放在这个 围园中 并请了 夜班 看守的人呢 来看守呢 羊圈呢 知道早晨 看守的人 只会为牧羊人 打开门 对吧 你不会 随随便便的 来 打开门 如果你必须 对这个人 不熟悉的话 守望的人 为他开门 第三节 告诉我们 羊 也听 他的声音 羊 知道自己 牧羊人的声音 现在你居然 在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会描述 我们是 上帝的养届吗 所以今天 如果你忘记了 我所讲的 肉 一切呢 你需要记得说 神 看重你 告诉你 他会用说 神看重你 他认得你 正如牧羊人 他认得这些羊 那羊也是认得牧羊人 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因为每天 都会听到 同样的声音 他们整天 都在听听牧羊人 对他们说话 指导他们 并关心他们的信仰 所以牧羊人 按着名呢 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刚才我有谈到的 就说到 在这个羊片里面 有好多的 是羊 有些不同的 牧羊人的负责 可是我要看这里 从来不会混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羊 他会听得很清楚 他会听到 牧羊所叫的声音 牧羊人 经常将羊群 困在一起 一旦各羊群的 困 羊困在一起呢 牧羊人 该如何的 找到自己的羊呢 他会 修患他们 他们的羊 羊也会跟着他 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其实在今天 中东的牧羊人 也可以凭 牧羊人呢 来区别羊群 所以还要注意的是说 牧人呢 称呼他们的领导 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叫大头啦 大眼睛啦 有不同各样的 方法的称呼 那么牧羊人 牧羊人经常根据动物的某些特征 或者是可认别的特征 来给这些羊群来提供 来 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画面 非常地好说 去放出自己的羊来 又什么呢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呢 认得他的声音 那牧羊人将他们 全部带出来之前呢 不会自己的选手 这一切都取决于了解 认别和信任呢 牧羊人的声音 那 归根到底呢 羊不会跟生人 那同样的 我们常常的 要在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生孩子说 必要实际并肯地跟牧生人 对吗 对吗 所以 这样的 同样的 我们看到呢 羊 他们不会跟生人 因为他们认得他们的声音 必要跑跑 那不要担心说 陌生人会把他们带走 羊不会跟 给这些陌生人 事实上呢 不但他们不跟 还会呢 相反的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不认识的 陌生人的声音 对 在 耶稣在分享这一关 羊 牧羊人 小口 强盗 和陌生人的力气 可是在 也来到这一集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耶稣当他把这样的比喻 告诉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不明保 所做的是什么意思 这不意味说 他们不理解 理解的本身 对他们来说 羊 牧羊人 还有这个羊心呢 这些人都很神细 对吗 耶稣所做的一些 对他们来说 是完全有道理的 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不仅仅的 是在告诉他们 关于羊的事 耶稣继续的来 指示了他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历史的背景 如果你要真正的 完全的明白呢 你要去翻回到第九章 在第九章呢 我们看到呢 耶稣刚刚 第一次的一位 生来家人的人 这是一个 令人惊奇的提示 是吗 一双双眼家人的人 得到医求 而应该相对 每一个人正式呢 耶稣确实是 上帝派来的提示 当你打开第九章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到呢 那些宗教领袖 那些法利赛人呢 不想与其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自己 他们否认这个神迹 但他们仍然的自己 承认了耶稣 是从神而来的 他们并没有为了 能够看见的盲人 感到告诉 而是他们 相反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把这个 瞎眼的人 得到意志地 把他赶住这个位堂 那作为当时候的 宗教领袖 这些法利赛人 这些宗教领袖 应该是成为 以色列人的牧羊人 他们所需要的是 照顾他们 喂养他们 并引导他们 走向上帝 真正的 祖灵的生活 可是我们却发觉到 当时候 这些宗教的领袖呢 他们威胁 恐侠和骚扰人民 他们拒绝承认了 耶稣是从上帝而来 为所有的人 带来光明 和圣灵的那一位 因此呢 在这些情况下 促使了 耶稣引用了 阳天的力气 耶稣预设了 一个生来家人的人 而宗教领袭呢 他们继续地 拒绝耶稣 那我 就是说我们要看 那力气的这个意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第四道地 比如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我刚才又提到了 有一些 他们没有聘请 看守的人 而牧者他本身 就是等住这道门 不允许不乱 这些羊呢 从这个羊牵牵牵 走出来 因为他们 有如何的走动呢 牧羊人都很牵牵 而第八节 告诉我们 我们传在我 以前来的 是谁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羊却说 我是就是门 从还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罪 并且出入得草却 这样 羊书在这里说 我就是羊的门 他没有说 众多的门 众的一帐 而是什么呢 唯一的门 大家说唯一的门 对了 当羊书宣称自己 是羊的门的时候呢 他深深拥有 在头衔的专有群里 那就是除了 约书以外呢 没有别的门 在圣经中呢 羊通常 就是所作神主 当羊书说 他是羊的门呢 他是将自己呢 以门的三个 将去之处来解释 那第一个 的比喻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任何人 试图呢 通过门 具外的任何方式 进入这个羊羲呢 都是小偷 和强盗 那 真正的主灵的领导呢 只有 也能来到 对于耶稣 我感谢主 和我们的基督教育课 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 现在正在学习呢 现在的意象 现在的意章 对于 现在的意章 就是说 和神的话呢 是有差别的 今天教育的 我们谁要上的课 就是提供的一个意章 就是 东方法典 然后 我们知道 他们是称为 全能的教会 还有很多很多的名称 所以呢 企图呢 要带领神的指名 离开基督的人呢 都是谁 都是强盗 真正主灵领导的 只能来自耶稣 在昨天 我也是有和大家 来分享 在淘宇的位置说 任何的领宪 任何的书记 如果是高级自己的 都是不是来自耶稣的 因为 任何的书记呢 就是要 把你带回到耶稣的面前 任何的教导 如果是属神的 都会把你带回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 你帮忙我一下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把你带回到耶稣的面前 对了 这是一个体难 任何的教导 任何的书记和使招呢 都是要把你带回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 法利撒人他们继续承认 耶稣来自上帝 因此呢 他们在人 生活中呢 没有合法呢 主灵的领导 而耶稣用了这个比喻 对法利撒人 说说的 我确实来自上帝 事实上呢 我不是来自上帝 我还是羊 唯一 真正的人 所以因此呢 当 你们 去针对这些法律大人 宗教里面 你们去学我 这一个通往神的 唯一道路呢 你们就拭去了 作为神指宁 正切的 牧人的区别 那我们整人的辨别 在 前几个星期 有一位 记者和我联络 说 有人在 到他的家来 访问 邀请他去 他的这个气味 这个气味说 我们的气味很好 我们的气味 有任何的教导 那一个指南 是怎么的指南呢 就是说 任何的教导呢 如果是否认呢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是这个 因为 耶稣 他是神 他也会的 阿们 阿们 那第二方面呢 救恩 其实能够通过耶稣而来 耶稣提出了 第二个 就是说 正如阳天呢 只有一种方法 进入神的国度 也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画面呢 就是说 如果要进入 这个阳天的话呢 我一定是要通过 这一道门 必须要通过 给耶稣提出 那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随着 我们看到 耶稣重复了这话 我是门 那 在一几节呢 阳地区进门 才能够得起 万一话说呢 救恩 只是能够通过 耶稣来施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委托的 这个责任 我们大家都领受了 在我们当中的 好多已经 接受了耶稣提出 我们个人的基础 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在 这一年当中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靠着神的能力 靠着神的帮助呢 要赢得一个人 来追上去 可以吗 每个人进去 可以的 靠着神 加进我们的力量呢 我们都可以 为什么呢 除了 属于耶稣以外 没有别的方法 能够通往到 上帝那天 回住祂的门 只有那些通过 基督 进入的人 才能够得去 那因为回到祂 单单的为我们 助人的 紫粹的攻价 乃至于血王 只有耶稣 提供了 自己的解决方案 使耶稣代替了 我们 死在石墙上 为我们的 最负荡的刑罚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通过祂 得到宽恕 和解决 可能你做牧师 我听到很多次 可是 这是一个真理 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 你我都要掌握的 当我们和 对信徒来分手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要点 这个福音的要点 把它传达 那不单单如此 还有第三方面呢 丰盛的圣灵呢 只能够通过 耶稣来实现 我重复一下 丰盛的圣灵呢 只能够通过 耶稣来实现 Amen 感谢主 你看在亚安福音的 第十章 第十节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到贼来 无非是要 通缺 杀害 毁坏 我来 是要 燃得圣灵 什么样的圣灵呢 是带到 更丰盛的圣灵 Amen Amen 感谢主 那 在这边 有讲到 他必出入的 得草 是这样 有些人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否是 说通往 救恩的大门 是 赐去 我所觉得是 没有 就是说通过这个门 我们能够得到 瑞书的供应 Amen Amen 感谢主 到底 来 这个小偷是谁呢 这个小偷可能是 很肯定的是炸弹 他确实的要为了 偷窃 大号 而破坏 有些时候 若我们不谨慎 我们不小心 我们没有做 属灵的异备的话 我们可以受到 可能会受到 攻击 因为 母母她是一位大骗子 她想偷走 你生命中的 一切的美物 我提几天 差点受骗 因为呢 有一道 电话来 跟我说呢 我是 母母银行的 你有 付账的这一笔账 还有说 接着他还问我的名字 然后接着他还问我的 登记号码 还有感谢主 祖母跟我说 你要停了 不要再继续跟他讲话 马上把电话放下 还好 没有把他 我的登记号码 告诉他一方 有些时候 我们很容易的受骗 真的 所以呢 魔鬼呢 他是毁灭者 他要做取 我们的生命 和毁灭我们 所以小偷呢 不是通过大门 而是通过 其他的方式进来 小偷拒绝 通过运输而来 想要把我们拉走 偷窃 偷到 罢害 毁坏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胜利是 属于上帝的 上帝创造了我们 他爱我们 他开开了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血 他渴望呢 给我们充胜的生活 充实的生活 而小偷呢 来要把他破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胜利是属于神的 阿们吗 只有当我们把生命 完全地献给神 我们才知道呢 生命的丰盛 那 暴贼 要 这个杀 有这个杀的意义 是为了植物 而上 你的意义 万句话说呢 要扣他 用自私的东西 他为了自己的意义 而杀人 他从你的生活中 要夺走呢 一切来养活他自己 第三 暴贼要破坏 一些美丽的东西 一些于上帝公义和和平的 小偷 暴贼 就要拿走 伤害和伪坏 如果我们不下以 自主的话呢 小偷将不会在你的生活中中 留下任何美好的东西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旁边 会不会说 你要小心 你要防备 对了 小偷永远不会为你的利益而来 他只是有邪恶的意图 现在神与他的主权 可以推翻小偷的意图 并拿走那些他打算做恶的 即使他们在你生活中呢 发挥作用 但这绝不是小偷来的 这个目标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付出 他来 只是为了给你生活带来伤害而回坏 那主意我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小偷 我使你什么事情 使你引离耶稣的 对于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 小偷在你的生活当中 一直在加班 翻过每一处 可以想象的墙 偷窃 理作和破坏 知道呢 你觉得所胜于己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有好的相续告诉你们 Amen Amen 是说耶稣是门 他来是要 给予我们 想后来是要破坏 而耶稣来是为了要 医治而恢复 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到 丰盛 自由 圆满的生命 当我们讲到这个满的时候呢 是超越飘腿 超越必要的 优越 非凡的 有盈余的 那耶稣来是为了让你拥有生命 而不仅仅是存在 但你必须 重大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必须通过耶稣 我们的好处呢 是不在 请耶稣外 你我的好处是通过耶稣 Amen Amen 所以 你知道这种生命是无法补量的 超富形成的 丰盛的 耶稣为你提供了这个非常的生命 超越生存和所需要的生命 耶稣为你提供了有意义和目的的生命 所以 快不得有一位说 我说 自从我认识的耶稣 我的生命有消息 Amen Amen 所以亲爱的基金选文 你不要低估你的死 你不要认为说 你是 年纪老人 你是 一个无名小子 但是 通过耶稣 我们是有价值 通过耶稣 我们是有生命的 耶稣是我们 不要让任何人把你 折向任何别的地方 自然 甚至的主灵的领导 只能够来自耶稣 QN也是能够通过耶稣